万法维心与维心主义有什么根本差别 差别很大 因为维心主义讲的那个心 跟佛家讲万法维心的那个心不是一个心 所以差别就很大 这个诸位可以细细去研究 去比较 法相为实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大乘佛法的心理学 可是他心里讲的范畴 那比我们这个世间心理学大得太多 他可以把一切诸法都包容在里面 为什么呢 心是能生是能变 一切诸法是所生是所变 能所是一不是二 所以佛教不是哲学 这是欧阳静武在早年曾经就说过 佛法非宗教非哲学 二为经世所必许 他是真实的学问 这是真正见到四世真相 而说出来 决定不是推测 决定不是属于观察 决定不是分别之处 世间这些学术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佛法的边际 这个原因是世间人所用的心 在佛法里面叫意识心 不是真心 佛法里面所讲的心 也就是禅宗讲的真如本性 所以这个意义完全不像头 这个是我们要辨别清楚就像的 佛教讲的心 跟世间人讲的心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